嗨嗨 我們今天要來跟日本東京都一起連線 然後線上約旗來觀賞一下 就是在日本街頭騎乘的這個爽感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使用了Ruby 然後來一覽就是在東京都騎乘的這個樣式 順便回味一下已經一兩年前去過的路線 現在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出國 所以我們等一下即將帶大家一起騎乘在日本街頭 我們準備一起來體驗一下 帕運輝這條10公里的路線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現在的畫面超級懷念 我在2019年跨20年的時候 我是在淺草寺這邊倒數的 就是看到這個雷門的拱門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蠻有趣的是 在台灣的跨年以往都是倒數然後放煙火 沒想到那時候在淺草寺跨年的時候 倒數進來無視321 然後就只是敲鐘 然後大家就很安靜的這樣 跟台灣超級不一樣 但看到這個畫面好懷念喔 還有這個巨大的晴空塔 真是令人懷念的場景 我們繼續往前 騎到這裡 騎到這裡我就想到我們那時候去晚餐逛圓樹的時候 哇那附近超級熱鬧 而且因為我記得蠻多潮流店 就是各個品牌都在那邊 然後我記得我蠻有印象的就是晚上我們在那邊吃那個路邊攤 然後哇他路邊他那個炒麵真的是 每次晚上去就是點了兩大盒而且超大 然後還吃了鯛魚燒 紅豆餡也是爆炸 最重要的就是我覺得超級好吃是那個現烤的鮮肥 因為它的鮮肥就是現烤然後這邊毒醬油 哇那根本就是台灣找不到類似的味道 超級懷念的耶看到現在的這個街道 哇回憶直接湧上來 有一年去皇居附近比賽 我記得我們在明治神宮那邊就是 繞他運動公園然後繞圈 那那年我覺得印象也蠻深刻就是 因為在日本比賽天氣非常的乾燥然後又很冷 所以相對於台灣來講其實 更容易創造出就是成績上的PV表現 因為台灣比較濕然後再加上天氣比較容易就變化多端 沒有那麼乾冷 所以在運動表現上就有點受影響 所以我記得每年我們去東京比賽的時候 都會意外的就是成績在台灣來比都會好很多 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去到東京車站旁邊 我記得當時候我們在轉乘的時候 有到東京車站短暫停留 但那邊人流超級多 然後我們在那邊做轉乘的時候 也有去吃了下面就是東京車站下面的拉麵 去了有點嚇到 因為它的地下街超級多 各種日本的美食都在那邊 我記得我那時候 因為素食的拉麵選擇其實不多 然後我剛好找到一間 比較清淡口味的 算是日式的醬油柚子 就是還蠻清爽的一個口味 然後也算是少見找到日本可以吃的素食拉麵 所以那時候就有特別去 特地豌豆那邊吃完 然後再繼續前進 算是還蠻奇妙的一個回憶 剛剛終點了 有沒有看到氣球 好 拱門已經在前面了 其他終點 哇 剛剛最後這段衝刺真的是 耗盡了我的所有體力了 我們剛剛後面維持大概是500瓦 騎了一公里到兩公里 Jerry YoutuberJerry 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Jerry 我那時候在騎乘的心得就是 其實很懷念東京的街頭 因為在去年或前年去已經非常久 但非常懷念那邊的景色 還有超多美食 所以超級想在這邊騎車的 我最懷念的就是那邊的鮮貝 然後還有辣麵 都是很期待可以再去那邊吃的一些美食 Yay 我們騎完了 今天十公里路線當中 真的是讓我回味了 那之前去日本看到的東京街頭 然後還有很多美食 看的真的是超級懷念 其實我超級期待可以參加當地的一些賽事 因為從19年20年後 就很少再有機會出國 所以很期待 接下來如果疫情緩和的話 有機會再到東京街頭 來看一下當地的美景 非常感謝這次就是東京都 邀請我們參與這樣線上的VR賽事 然後重新回顧了 就是在東京街頭運動的這些快感 其實真的很期待可以回到日本 然後到那邊觀光旅遊 那如果大家接下來 疫情比較緩和解封 也期待大家可以跟我們一起到日本 不管是騎車、跑步 或是參加各項的觀光旅遊團 真的是很期待可以出國的日子 我是你的家的梁德爾 如果你喜歡像這樣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鈴鐺 期待接下來有更多 可以到國外分享運動的影片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小朋友是吧 我不太喜歡那邊 會不會觀看 我會輕易的看 我還是會有機會 可能賣け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